很久之前跟一大班工作人員出去海外拍攝 其中有一個工作人員很大避寒 很多人都很怕跟他同房 直接是要抽生死簽 才可以不同的同房 其實有個問題出現了 原來這個朋友不單是身邊的人要抽生死簽 其實他自己每一晚都在抽生死簽 說的就是睡眠窒息症 全新醫療健康資訊頻道Dr.Bob Dr.當然不是說我 每一集都會有我阿Bob 邀請不同的醫生朋友 分享健康醫療的資訊給大家 關注我們這個頻道 一定要CLSS 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劉醫生 有鼻寒是否代表有睡眠窒息症 是否有什麼關係 有睡眠窒息症是否一定有鼻寒 其實兩者是很緊密的關係 有鼻寒就不一定有睡眠窒息 多數鼻寒多 鼻寒大聲的人 很大機會有睡眠窒息 但是睡眠窒息 多數都有鼻寒 九成人都有鼻寒 亦有一些人是沒有鼻寒 但是他也是有睡眠窒息 明白嗎 有鼻寒 其實代表上呼吸度炸 炸的時候 旁邊的黏膜 空氣經過的時候就震動 越窒就越大聲 去到一個地步 如果上呼吸度會直接關閉 患者是無法呼吸 停止呼吸 我們就計10秒 我們就為之窒息 睡眠窒息就是一個人睡覺時 不斷地停止呼吸 這些病人 多數未窒息前後 都有些鼻寒聲 但有些人有鼻寒 但未去到會停止呼吸 所以 就未必有睡眠窒息 那鼻寒大聲 代表睡眠窒息症的嚴重程度 越大聲的 睡眠窒息有機會會嚴重 因為它窒 窒就會越響 即大些機會會停止呼吸 除了鼻寒之外 還有甚麼症狀 或是甚麼情況 可能是睡眠窒息症的症狀 有很多 例如睡覺時 你無緣無故窒醒 睡眠窒息的病人 會無緣無故窒息 這些都明顯在窒息 是發夢窒息還是甚麼窒息 睡眠窒息的病人 很多時都會告訴我們 他們有時會醒 即是次數不限 越厲害的人就越密 有些就覺得被鼻寒吵醒 有些窒息醒了 有些就無緣無故醒了 然後就以為他在睡覺 其實基本上他們的睡眠很淺層 總之其實醒得密的 都是其中的症狀之一 當然這些病人 因為整晚都不能夠深層睡眠 第二早起床都會很累 或者有頭痛 日休息很睏 又會脾氣差些 記憶又差些 因為鼻好塞 是抹大口呼氣的整晚 起床又會很口乾 這些都是常見的症狀 嚴重的話 一晚醒幾多次 十次八次都有聽過 十次八次 即是沒有睡過 每半小時醒醒 對 有些人拖到很久都不去醫 搞到真的醒得那麼密 才去看醫生 那裡去到很嚴重的情況 對 還有些甚麼症狀 有些人會說 性功能也會差些 是吧 睡眠窒息有很多病發症 大概會增加心臟病的風險 都起碼有三成 增加中風的機會又大了幾成 另外心臟衰竭 高血壓 這些都是病發症之一 甚至我們會說壽命都會短 首先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避寒是怎樣 純粹睡在你旁邊的人告訴你 其實很多人都晚上會醒醒 可能一兩次 那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眠窒息 說真的 所以你只是靠醒又不行 你有其他睡眠的障礙 例如發惡夢 或者是日後壓力很大 那人都會醒 所以我們要幾個症狀合在一起 睡眠窒息症 是否只是大人才會面對到 小朋友是沒有睡眠窒息症的 那又不是 睡眠窒息在小朋友和大人 大概有4%的人口 小朋友會有睡眠窒息的年輕人 是怎樣 是呀 他們很小時候避寒聲很大 他們還有多些症狀 他們還可以過度活躍 或者集中力有問題 所以都不可以忽視 到底睡眠窒息症的成因是什麼 還有有沒有分不同的種類 其實睡眠窒息 我們主要分了兩類 就是阻塞性和中樞性 阻塞性顧名思義就是阻塞 令它塞住了 這樣就不能呼吸 中樞性就是 說腦輸信信號過去 它停了不懂呼吸 它不懂呼吸 一般是中了風 或者有些很差的心臟病 令到神經系統有問題 但這個佔了少數 其實我們預見的絕大部分 即九成以上是阻塞性 阻塞性有什麼成因 你可以看看這個模型 阻塞性就是上呼吸度 任何有阻塞都可以令到它 常見的阻塞就是 吊中後面扁蠔線這個位置 是其中一個常見的位置 這個塞度是怎樣 即是這裡很窄 對 直接封住了 第二個常見的位置 就是在鼻底 起碼一半病人 尤其是嚴重疾悉病人 鼻底這個位置都很塞 當然鼻也是一個很常見的位置 無論是鼻敏感 鼻中隔磨 或者鼻息肉 都可以有鼻塞 小朋友更多 在鼻咽這個位置 有個線體 都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阻塞 即是小朋友之前有大人霧 這個位置 對 就是大人霧 就會消失了 為什麼這些位置會阻塞 本身先天的結構 有些人有些位置比較窄 例如骨頭後面 退後一點 這個位置比較窄 或者頸短 下巴小一點 都會令到這個位置比較窄 肥胖會不會呢 肥胖會不會 淡迫度的位置又窄了 有關事嗎 有關事 越肥的人 我們會說有五分一機會 就有睡眠窄色 但年紀也會有 年紀大了 裡面的東西會鬆弛些 又窄些 舌頭又會肥大 另外我們有些淋巴組織 例如舌頭的扁號線 都隨著每一次傷風感冒 它又發大了 男女比例呢 男多點還是女多點 男多點 結構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結構問題 肥胖問題 有些人吸煙會令到黏膜更腫 多點炎症 加起來 就是男人會多點 如果不幸運 有這個睡眠窄色症 對生活上有什麼影響 很多人來看醫生 就是鼻寒 已經吵起家人 這個家庭不和 家人都睡不著 或者被他吵醒了 上班的話 其實他們精神一定是差些 會睏眼睡 工作表現也是差些 如果控制重型機械或駕駛 更危險 剛才你說有些嚴重的睡眠窒息症 就是當作駕駛 駕駛駛 長途車 或者可能是塞駛駛駛 會睡著覺嗎 會的 有很多交通意外 其實都可能是司機悶著了 嘩 就是因為睡眠窒息症 這個問題影響 這個應該是一個最常見的問題之一 那到底怎樣去治療這個睡眠窒息呢 其實我們治療 就要看清楚睡眠窒息 是去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要做一個睡眠測試 計算每個小時有多少下窒息 簡單就是15下我們就會去到中度 30下每個小時就去到嚴重 什麼叫15下30下 就是剛才說停止10秒 就為一次窒息 就是每個小時都有15下 就為之中度睡眠窒息 每個小時都有15次的10秒鐘停頓 對 我們分了程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治療方案 大人呢 我們都容許去到五下 我們才叫睡眠窒息 小朋友就沒得談了 一下我們都有睡眠窒息了 總之輕度那些呢 首先我們會看看那個人是否肥半 其實減肥是絕對一個方法來的 健康的生活 飲食 食煙 飲酒 這些都對整個上呼吸道 腫脹和嚴正都不好 這些都要介紹 另外呢 鼻敏感 有時候鼻塞的人 我們都有些方法 例如用鹽水洗鼻 用噴霧 用藥物 都可以令到鼻通些 都可以幫助睡眠窒息 另外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打側睡 其實打側睡後 舌頭就沒有那麼向後摘住氣道 但我們覺得開始的窒息都多 我們就會建議帶牙膠 把牙膠在口裡之後 我們將喉向前移動 就會拉闊了氣道 這個也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去到中度 其實我們建議帶一個 靜氣壓的呼吸機 噴氣下去 令到氣道闊了 就會有空間休息 這個患者就要永遠睡覺 都要戴著這部機 我們現在說的是 左塞性的水面窒息 我見過有些人 是說買鼻貼 這樣令到鼻呼吸暢順一點 作用是否不算很大呢 其實有少少作用 因為將鼻翼拉開了 如果本身是鼻塞的 那你就會幫到少少 但鼻翼佔成的水面窒息 大概兩成左右 劉醫生 聽完你這樣說 無論是鼻貼 牙膠 呼吸機 或者怎樣打側睡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幫助 舒緩 或者是一個協助 都是叫做治癒 標 不治本 如果以上的方法 做完了 都搞不定 劉醫生 怎麼辦 你想治本 我們就要改變結構 我們知道我們是 左塞性水面窒息 但牽涉就要做手術 首先 剛才說肥胖的人 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肥胖 減肥 也是一個本 本身的結構 如果有問題 首先我們說鼻 其實鼻常見 有鼻甲發大 鼻中甲歪 我們都有一些微創手術 縮細去 移正去 令到鼻的空間 可以解決鼻塞 如果小朋友的線體 我們都可以切走 到下面的吊鐘 我們都有一些微創方法 拉闊這個空間 那個喉嚨釘的東西 較小 對 較小 但也要保留它 因為吊鐘的功能 也很重要 我們幫它擋住食物 和飲食時 不會走上鼻子 所以它只能縮短 不可以沒有 對 扁圖線 都是阻礙空間 有需要就要切走 離底扁圖線 常常發大阻塞的原因之一 現在都會有方法 可以縮小 我們打通了氣道 就自助了一半 剛才你說的 1 2 3 4 5 5 6個位 是做一個位 還是做完它 病人有塞的位置 才做的位置 不是每個都要全部做完 但我們怎樣評估 用一種麻醉方法 睡著了睡覺時 我們要看一個內規鏡 我們看睡覺時 哪個位置窄 我們就決定手術 要做哪裏 和做多少 做完之後 會否影響它說話 可能聲音會不同 其實聲音會不會影響 因為我們沒有牽涉做聲帶 我們只不過是上面 上呼吸道 平時呼吸會不會走路 都突然間 呼吸都爽脾氣了 呼吸無論是日後 和夜晚應該都通暢了很多 了解 根據你的經驗 最多有沒有說 剛才你說的 鼻子又要做 舌頭又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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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五六個位置 通常選擇做手術 都是比較嚴重的病人 多數幾個位置都要處理 這些位置都危險 有什麼方法 可以增加手術的成功率 去減低風險 鼻和吊鐘的手術 都很多年了 現在都有很多微創的方法 射頻或者我們的技術 都提升了 都可以做得好 但說到舌頭 近年引進了機械鼻手術 可以很精確切除 這個離底扁圖線 解決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阻塞 嚴重睡眠窒息的病人 起碼過一半 這個位置都很濕 所以現在我們有這個機械鼻 我們能夠很準確去切除 為什麼它可以準確到呢 其實就涉及機械鼻 本身有一個3D 也是高清的鏡頭 可以令到我們看得很清楚 還有我們可以有兩隻很小的鼻 幫我們去切除了想切除的地方 因為這個位置要很精確 你都知道在這個離底這個位置 其實都涉及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都不容許這個位置有流血 因為如果流血 它就會入上呼吸道 其實都可以產生危險 這個手術也是要全身麻醉 還是各部麻醉 一定是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睡著覺 整個過程要多久 這個手術 通常都要兩三個小時全身麻醉 其實都即日給它喝東西吃東西 當然你不要在第一天吃到很多東西 明白了 Dr.Bob提提你 不要覺得鼻寒是很小事 除了影響身邊人的話 是影響你自己的 是有機會可以很嚴重的 如果你有鼻寒 一定要諮詢醫生 因為你有可能患上睡眠窒息 謝謝你 我是劉醫生 其實老實說 我也是有嚴重的睡眠窒息 我想我也要找你深入了解一下